屈原者明平处之同性也,为处怀王左徒,博文强制,名于治乱,贤于辞令,入则与王,徒义国事,以初号令,初则皆于宾客,应对诸侯,王,圣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处王使屈原造为县令,屈贫主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贫不语,应禅之曰,王使屈贫为令,众莫不知,没令出,贫发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贫。 屈贫及王听之不聪也,产产之避民也,携取之害功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由离忧也,福天者人之实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而反本, 故劳苦眷疾,未尝不忧天也,急痛残达,未尝不忧父母也,屈贫正道执行,劫中静置以示其君,禅人见之,可谓穷矣,信而建宜,忠而备放,能无怨忽, 屈贫之作离骚,盖自愿生也,国风好色而不赢,小雅,怨匪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库,下道其环,中树汤武,以赐世事,明道德之广从,治乱之调观,迷不必见, 其文曰,其词为,其智节,其行连,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迷,而建议远, 其智节,故其称物方,其行连,故死,而不容自疏, 狄闹污泥之中,缠退于浊慧,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之构, 较然泥,而不辞者也,推此至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趋平济处,其后勤愈发齐,齐与楚从亲, 慧王换之,乃令张仪,详去勤, 后臂为直是楚, 曰, 勤圣赠齐, 齐与楚从亲, 楚成能绝齐, 勤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 楚怀王贪,而姓张仪, 血遂绝齐, 逝使如情受地, 张仪诈之曰, 以语王约六里, 不闻六百里。 楚使怒去, 归告怀王, 怀王怒, 大兴师发情, 情发兵急之, 大破楚师于丹西, 斩首拔腕。 卢楚将, 驱盖, 遂取楚之汉中帝。 怀王乃西发国中兵, 以身入集情, 战于蓝田, 未闻之, 习楚之邓。 楚兵俱, 自秦归, 而其竟怒不救楚, 楚大捆。 明年, 秦歌汉中帝, 于楚以和, 楚王约, 不愿得地, 愿得张仪而甘心焉。 张仪文, 乃约, 以亿仪而当汉中帝, 成情往如楚, 如楚, 又因后避用事者臣, 尽上, 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籍赠秀, 怀王静听赠秀, 赴侍去张仪。 事时趋平记书, 不复在位, 誓与其, 顾返, 见怀王曰, 何不杀张仪? 怀王悔, 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 共及楚, 大破之, 杀其将唐媚, 时秦昭王与楚昏, 欲怀王会。 怀王欲行, 屈平曰, 秦, 虎郎之国, 不可信, 不如无行。 怀王质子, 紫兰, 劝王行, 奈何绝情欢。 怀王族行, 入五官, 秦伏兵崛起后, 阴流怀王, 以求割地, 怀王怒, 不停, 王走赵, 赵不纳, 父之情, 尽死于情, 而归葬。 长子, 请相王立, 以其地, 子兰, 为另营, 楚人, 既就子兰, 以劝怀王入情, 而不凡也。 屈平, 既及之, 虽放流, 眷顾楚国, 细心怀王, 不忘欲返, 既信君之一物, 俗之一改也, 其纯君心国, 而欲返复之, 一篇之中, 三志志焉, 然中无可奈何, 故不可以返, 足以此, 见怀王之中, 不悟也。 人君无于智贤不孝, 莫不欲求忠以自为, 举贤以自着, 然亡国破家相水主, 而圣君治国, 累世而不见者, 其所谓忠者不忠, 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 故内祸于郑秀, 外妻于张仪, 书屈贫而姓上官大夫, 另引子兰, 兵错地穴, 王其六郡, 身客死于情, 为天下孝, 此不知人之祸也, 一曰, 锦谢不时, 为我心策, 可以及, 王明并受祈福, 王之不明, 启足福哉。 另引子兰, 闻之大怒, 处使上官大夫, 短屈原与请相亡, 请相亡怒而谦之。